在这个社会上没有人可以相信了 我今天去找一个律师 找一个公证人 竟然公证人是跟诈骗是同伙 叫他拿房子去向所指示的钱庄 设抵押借钱 钱庄带他去公证人这边 这一些借据 这一些本票等等 公证人竟然敢跟他公证 公证人是代表国家公权力的授予 你真的跑到检察官那边去 检察官也会讲说 你不是都厌利人家都告诉你还诈骗 而且公证人都给你公证人有什么错 我们竟然堕落到这种地步 你这辈子努力所拥有的财富 不能够享有而会被骗的时候 如何断他的金流 好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诈骗很多 最近有律师去涉入了诈骗 也有司法人员去涉入了诈骗 那么各位像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女孩子她在网路上就有line的聊天等等 聊了一阵子的以后 她就是关心你安慰你 各位人就是在这种虚寒问暖的情形底下 你的心就会被她带着走 所以我常常说感情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人是水座的 但我们人体的70% 感情会影响我们所有的行为 所以各位经济学诺贝尔得主最有名的就是 行为经济学 其实它就是从感情来出发的 所以是心理学上的学者 诺贝尔的经济学得奖 所以各位感情如果能够把你拖动 你的身体跟财产都是我的 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 没多久他们就变很亲密 然后他就跟他讲说 你可以去买一些泰达币 比特币等等 这个时候贾会用他的存款 用他的存款来买 但买了以后 他后来又说这个又可以更好 所以他可能就会去借信贷 再久了以后 他就跟他讲说这个会更好 这种情形的时候 各位惨了 他就会叫他拿房子 去向他所指示的钱庄 设定抵押借钱 那么他就完全照他的指示 就跑来找到这个丙 金主这个钱庄就来借钱了 各位这个钱庄 他就把他带去或约在公正人这边 各位现在连公正人都介入了 变成是诈骗的一个共犯 各位带去公正人那边 这公正人可能也具有律师资格 也具有公正人资格 各位他就去写借据 然后公正人他们会自己写黄诈骗宣导 说现在诈骗很多 你来跟人家借钱 你不要被诈骗 那各位这个借据的内容 借本金假设是650万 要给你设抵押设两成 设900多万 这个情形可能给你预扣 例行三个月 另外的时候他还要给你要中介会 介绍会 仲介会 还有手续会给你预扣 所以各位你跟他借650 你十拿可能只有500多万 十拿只有500多万 扣东扣西 还有预扣利息三个月这样子 另外这里面你们知道吗 他在借据里面还跟你讲说 你不可提前清场 你如果提前清场 你是违约的 所以你要预扣违约金 你要缴违约金 而这个违约金呢 他就叫你要签本票 各位这个本票就是借款 650万的违约金 他要给你违约金 要给你划20% 各位我提前还钱 还要给他违约金20% 那20%的话就是130万 各位他就会叫你签除了650万的本金的本票之外 又多叫你签了130万的违约金的本票 那么各位呢 这个本票也是950几万的抵押权的担保范围 这太可怕了 然后签了本票之后的房子 他就给你设定抵押 这个抵押权他就给你设定说 你借的这个最高限额是900多万 再加上你的利息 这个借记的利息 他给你说我不会超过16%的 还跟你写说包含违约金 给你设定抵押了以后 他又给你设了一个预告登记 说担保我们之间所有权移转的这个部分 他就这样子把你绑着 然后他让你拿了这个500多万之后 他就叫你再去买什么什么币 那甚至于他会叫你再说二胎 告诉你说将来 如果你要把这个币拿出去的时候 你还要再多缴多少的手续费 才能够再拿回去 他就是要把你榨干了 那各位像这样的事情 他们跑去公正人那边 公正了这一些借据 这一些本票等等 我们的公正人 竟然敢跟他公正 各位公正人是代表国家公权力的受益 本来公正人是在法院 现在就是说我们国家法律说太多案件了 所以就委托民间公正人 他是要受到法院的监督 竟然现在公正人跟诈骗挂在一起 各位这种案子将来警察在办的时候 我问你警察对这一块抵押借钱的部分 警察会去办吗 他不会去办 他会认为这些都是你自愿的 都是你私人的经济行为 属于私权纠纷 这没有犯罪的啊 你真的跑到检察官那边去 检察官也会讲说 什么都是你愿意的 你还来告什么 你还多讲我就告你误告 你不是都愿意 人家都告诉你反诈骗 而且公正人都给你公正了 有什么错 各位会做不起诉啊 为什么在这一块里面 我们国家的司法单位都不愿意去办 这个就是钱庄跟诈骗挂在一起一条龙嘛 那各位这样的情形一直在恶化 一直告诉人民说 哎呀你不要不要不要 各位诈骗就是利用这一些手法 把你导入是私人的经济行为里面去 在这种状况底下 刑事的部分 你如果去跟检察官提出告诉 或是你跟警察报案的时候 拿不动产去借钱 又有律师又有公正人给你公正借据 还有这一些本票 这些本票竟然公正人敢跟他公正 各位你这一边去告诉的话 他会给你做不起诉除分 说这是你志愿的 你在意他也可以驳回 各位你在意驳回请交付准理自诉 又会被法官驳回 所以你走这一条路 你几乎是没有救 那我们当然当律师的人 不愿意说到检察官那边就没有 所以我们会提出自诉 可是各位自诉的话呢 你要请律师 你又要麻烦法院 所以自诉的话法官是排斥的 所以你一定要举证等等 所以法官就很刁你这个自诉 但是各位自诉至少一审二审三审 我们才有机会让法院来看看这样的一个问题 再来的话这一个抵押权的部分 这个预告登记啊 根本就不是真的有买卖 他是借贷用这个预告登记去绑他 所以这个有刑法214条 明知不识事项使公务员登载的犯罪行为 你就要给他告这些东西 让他进来法院去面对 而各位我问你 这时候的公证人要不要一起进来 如果你公证人没有给他公证这些事情 你认为说这是不合理 这违反公序两署 而且这有重力 而且这是诈骗 那你公证人竟然可以去给他公证这些东西 你公证人是不是共犯 你这律师是不是共犯 你这个有没有违反帮助洗钱的洗钱防治法 我们竟然堕落到这种地步 这公证人多么难考的一件事情 我们律师多么难考 可是各位竟然会堕落到这种地步 监督公证人这种东西 我们都应该特别去给他检举 加强法院在监督公证人业务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各位如果没有这个样子的话 我们的诈骗就会一再的得逞 你如何断他的金流 各位在民事的这个部分的话 第一个你就是要抢救你的房地 可是各位这个就是去还款 你要还款的话 这时候要还什么 你要还他本金 再加上几个月的利息 这样就刷已了吗 没有 他要求你什么 你提前还款还有违约金 你这样子的话 就是要还他将近九百多万 实际上你拿到五百多亿 各位 你要去跟他还款 他一定就跟你要到够 那不然你房子不要 他将来就会给你裁定拍卖抵押物 就把你这个房屋土地 就要把你拍掉 甚至于你那个本票啊 你根本就不晓得这个厉害 本票你又没有禁止背书转让 他会转给第三人 去对你做本票裁定 除了对付你的房子之外 他还可以扣你的薪水 还有查封你的存款 我每次接到这种案子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这么狠 我们对他都没办法 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法律 还有我们的司法人员 到底是在干什么 而我们这一些 在社会上具有license资格的公正人 这一些律师 到底国家发给你这张执照 保护人民的这个责任 你到哪里去了 这些都不具资格 老实讲 这种状况 各位 第二个你能够处理的是什么 你就是那硬钢 你没有那么多钱 你已经被他骗走了这个钱 你根本没有办法 再去弄这个几百万 将近一千万的东西 你去跟谁借啊 借来还 这个是去还款的部分 他还款的部分 对方就对你予取予求 那么第二个 你就只好去法院告他 确认抵押债权不存在 说我是被骗的 我没有跟他借钱 确认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不存在 说我是被骗的 各位上次我就有说过 这个情形 大部分的法官都说 人家有钱会给你啊 然后你有设定抵押 还有公正人公正 哪会不存在呢 就要有尬尺的法官说 这个情形的时候 你根本要借这个钱 没有做过 KYC 就是风险评估 你根本没有看他是什么身份 什么地位 他的还款来源 他一个月薪水多少 他要借款的用途是什么 你都没有做过风险评估 反正来了你就是跟他设定 因为他是被诈骗叫来的嘛 根本你没有做KYC的风险评估 你这个借贷根本就是想要骗他 然后夺取他的房子土地而已嘛 所以这种东西 法院你要这样子的一个看法 撑起来判决他无效 那么各位他就白忙一阵 要把它屠销掉 把这东西还给人家 这样子的话 断了他的金流呢 我们才有机会 我一再强调诈骗一定要断金流 那么现在呢 诈骗就已经一直跑到 这种抵押借款的这个途径来 你抓不生刷 那么警察 检察官在这个地方就是 不设防退手了嘛 所以各位 你给他确认抵押债权不存在 肃请屠销抵押权 认为他是重力行为 你撤销或是不存在 另外要来跟你拍卖的时候 供担保停止执行 各位这个情形的话 你不必去宽一千多万 要去还他 变成是650万乘以0.05 缴交担保金 乘以大概四年半左右 大概就是在170万上下的担保金 放下去了以后 到法院去请求突销登记 把他突销掉 不必赔他 用这样子把他卡在法院里面 让我们呼吁我们的司法院 我们的法官们 发挥你的尬持 还有你当初为什么要去 舍弃社会优厚的部分 愿意去承担公务员 就是我们能够在那个位置里面 救更多人的这个初衷嘛 你就发挥这样的力量 给你这个权利 给你这个资格 而且你拼了命去考上这个法官 正是你要为社会服务 维持正义的时候 你为何不努力起来 不硬起来 所以各位在这种情形 供担保停止执行 然后把他判决 他们是不存在 把他突销掉 纵使他是金主 他以后没有做过 风险评估KYC的部分 不可以这么自意的 把钱借给人家 然后说你是无辜的 你知道这是有鬼的 你只想赚人家的利息 只想吃人家的土地 这有鬼不能够 认为是一个合理的借贷 你要给他判决没有 各位这样子的话 每一个人将来 就不太敢这么自意的说 我就是相信他有土地 他也确实愿意来借钱 那你就全程录影 你要证明你在这个情形的话 你根本就不是恶意的出戒 我们才有可能承认他 各位这个社会 整个要去翻转 没有翻转的话 我们的诈骗永远没有办法 而你买了这个房子 买了这个土地 一辈子就被卷走 这是何等悲哀的一个事情 各位 夺人这种终身财产累积的痛 这个是多么的痛 我们政府一定要感受人民的痛 我们从事司法人员的人 也一定要感受这样的痛 不然的话有一天 你也会成为一个被害者 各位我们一再的呼吁 不是一再的呼吁 你不要被骗 而是应该我们要拿出方法去处理事情 这是政府的责任 是我们每一个司法人员的责任 也是我们所有公民 我们对于这种公正人的这种公正 我们一概的就检举 要求我们的主管机关司法院 要求我们的立法委员要修法 要求我们的法务部监督他们 这种律师的人 对这种地方一定要加以严惩 而且制止他们这个行为 不要成为诈骗的帮凶 或甚至于是共犯 不然的话在这个社会上 没有人可以相信了 我今天去找一个律师 这个律师是不是跟诈骗同伙 我今天去找一个公正人 竟然公正人是跟诈骗是同伙 各位我们还能相信什么 所以这是多么沉痛的一个呼吁 也是我们社会走到这里的时候 当大家不能够享有 这辈子努力所拥有的财富 被骗的时候 你根本无从面对你自己 也无从面对你家人 这种东西是我们保护人民的 这个政府责任的严重失职 新的总统上来 新的内阁上来 新的立法院上来 这是人民的呼声 也是我们人民必须要知道的 司法绝对不是铁板一块 司法绝对一定要 负起他应有的社会责任 以上供给大家参考 或许我对于这种诈骗 是感觉非常心痛 所以难免就会比较激动了 也请各位体谅 谢谢大家